各位网上好 今天阿弦分享给各位一篇新闻 就是美国瑞时代抖音助其招 下得特朗普竞选团队借手不及 要改变现实政治最突破这盲点 上周美国网民在抖音海外版TikTok挂起号召 逐渐反对特朗普的年轻人 在网上授许特朗普周末竞选集会的门票 但不出席集会 制造出席人数多的假箱 最终成功令竞选集会出乎意料的冷静 TikTok主要的拥护群是美国ZDice网络社运转队 几乎将终于利用网络大数据的特朗普竞选集团 杀得一个见手不及 美国瑞士代在政治的影响力 可能每个梦想象中更加巨大 西时代防止1990年代中 也值2000年代中出生的人 现时这群人的年龄主要是16岁至25岁 根据比喻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在2020年美国大选 有十分之一的核资格选民属于美国ZDice罪 但他们的政治举态似对共和党现弹不利 比喻在一个月份在一月份发表的问卷调查指出 高达77%的美国ZDice罪选民 并不认可总统特朗普的工作 比喻研究中心这样描述美国的ZDice罪选民 他们的种族与族群分布比起现前数代人 都要更加多元化 他们正在演变成最高教育程度的一代人 他们的数码原居民只有很少 甚至没有任何对于全智能电化时代的记忆 他们认为美国国内日益强化的种族多元是好事 不同于老一辈 他们其实并不太断切追求美国约约或其他国家 因此当特朗普说起 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些口号显然不对美国日时代的归口 美国日时代的成长年代 也印象对美好的 他们虽然经历2008年 自己房屋近代 对其与其两所 敲印引发的黄酒金融碎退 但其实基本上 也在这电视新闻上看见而已 当时他们人数除了 并没有确实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威力 而且美国政府在2008年后 大力向市场助人闲活资本 并兵罪股经济 十年代以后 开始在就业市场 掌声作用 世界率总百分之十的高位 减至2015年后的大致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 甚至尽管肺炎疫情之前 美国失业率达到近50年以来的历史性地位 不过 成长于网络时代的美国日时代 并不当局限于老一辈所追求的物质胜华的满足 他们希望将自己的人生满足感 建筑于追求平等 大爱 自由主义等 价值观的进程胜华层面 但是这十年来 他们看到社交平台 网络及电视媒体 等次迅速造了而成的社会面貌 总是离不开种族 不公 性别歧视 派系政治的 守旧议题 在近常生活这方面 美国日时代显然没得到满足 最军主信息的 Black Blue Matter 版种族集市示威 在找一段时间 微微风烧的地图 LMTQ等性别和性小众平权运动 虽然不完全是美国日时代 领军律主 但他们的行与参与 对运动的奉许 云涌 无疑带起了关键作用 当然 相信对美国日时代 日后影响最甚远的 背后是平年以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 一场一场 把美国现在的社会 故意和政治流避阴伸 生地寡株的出来 比如 疫情下感染率最高的 黑人群体 平复的医疗体制 白宫的疫情治理措施 社交等等 皮尤研究中心 在三月份做了 一山问卷调查 竟然有一班的18到23岁 美国日时代受访者表示 他们自己或家里有成员 在疫情期间丢了工作 或被敲卫薪水 2008年金融危机 他们痛不切身 声称之 可说是不关你 但是 新冠肺炎疫情 当然在上学 或往达新社会工作的 美国日时代 切切实实感受到一场 社会危机 他们感到极度失望和不满 不难理解 不难理解 美国日时代透过社交平台 散布政治影响力的贵力强大 他们通过网络创联 催化社会运动成型 平等公益等 扭托般理念 无疑是他们背后的价值推动力 这反过来的主流政治商 见熟悉 教徒保来 例如 主使会议内左翼 进步派政科 左上加左 进入部最逐社会福利政策内的平等因子 这重分体现了全民医保、学代、浅免等议题之讨论 2016年曾为特朗普竞选 团队数码组建 现任2020年竞选主 经理的Frank Brazil 以他为首的大叔 据团队过晚10分钟 常利用社交平台网络书记 制定区政推薪 目标性的潜水放落 不过 热衷正防识别的美国这一时代 他们懂得玩弄大数据 眼霜法规则的网络自由派 黄大社云团队 这是一大群来自TikTok的网络自由派 透过互联网大律宣传 呼唤其他人报名助席集会 人为他制造很多人助席集会的家乡 正好以指制毛振指制敦 弄得泰兰骨进选团队大势欲酸 然而有声音质疑 美国瑞时代的理想主义 允现实政治的步伐并不挂钩 像TikTok这类短竹的 吹片新内容载体平台 演算法就因制造出的同混成 让拥有相对的取态 视为的人维护取暖 举例说 这一次上周的 呼唤报名说不出其集会行动 下面看来是个网络社运行为 然而从一方面看来 这一次集体的弃查行为 弱人反感 这显然不利共识民族的管理实践 纽约时报评论家 Cherly Gugliel发表了一篇名为 Chen J. Guernas Torres 《J.时代并不能拯救我们》 的文章 他指出 很多人认为 J.时代发起的政治战予运动 或许能够拯救我们 缘让特朗普再多个四年 但他认为现实更加复杂 2016年的选举 以证明网络世界同混成的盲点 美国日时代的自由声音 固然最要不得重视 当主于现今这个中暑演算法 摧编新闻的网络虚拟化社会黄金 若然政策制定者 媒体以的方法消化及寄受意见 反而无助于修补如尽美国